兩天前我跟大家報告一個在澳洲新南威爾斯上的離奇事件 就是要動起一支旗桿要2500萬澳幣 一條影片的接鏈我放在描述中大家可以回去參考一下 今天公司出來說話說它供應了三支旗桿給雪梨上的跨海大橋 每一支旗桿總共是65萬 費用是3支介乎17萬5千和20萬之間 這裏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公司向新南威爾斯政府那張單是65萬 但政府說用了2500萬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換三支 不是加多一支 但上次報告只說加一支是25萬 中間那些有幾多糊塗的東西 我真的不知道 政府是否真的可以這樣上台了 現在我負責所有的事情 於是第一 數亂開 65萬變成2500萬 哇 四倍 第二 人家換三支 你就當換一支 入了什麼數呢 進去就安一支 就是土著的那支旗 原來有撥款支持土著的文化工作 於是這2500萬 於是這2500萬 就向這個基金拿錢 不是應該 憑單 你用多少錢 憑單拿的嗎 如果憑單拿 你就拿65萬 就不是拿2500萬 而另外 每一支旗桿 十幾萬至二十萬 哇 這些旗桿 是用金做的嗎 這麼貴的 十七萬五千元 一支旗桿 這個便宜的那個 貴的二十萬 三支旗桿加碼 就少於65萬 也都不適合 用貴的來說 三支每支二十萬 只有六十萬 每天又無端多五千 多了五萬元出來 那五萬元是誰來的呢 我真的不知道 我們這裏的政府做事可以這樣 希望新南威士那邊的朋友 留心一下你們的州政府 怎樣做事 這件事真是大問題